2021天猫双十一狂欢夜全阵容终于迎来了官宣 看到这个阵容后实在是堪比 严度盛点 既有当下的明星顶流 也有乐坛有很高地位的前辈们 更有许多潜力无穷的超级新星 晚会将于10号晚7点35播出 一时间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 周深 周深能够参加这一次的双十一狂欢夜 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惊喜的 因为比起其他歌手的音乐 我觉得周深的音乐更加治愈 我非常喜欢他独特的嗓音 近段时间周深也是常常上热搜 为多个影片演唱主题曲 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欢 有不少歌迷朋友们都奔着他 才来观看这一场盛宴 华晨宇 出道已经多年的花花 已经无数次证明了他极强的唱功 毫不夸张地说 各种大新晚会 只要有他的参加 都能够成为一个焦点 因为他的音乐风格也是非常多变的 尤其是表现在舞台上 能够很好地点燃观众们的气氛 相信现场看过华晨宇演唱会的朋友 都有很深的感受 特别是万人大合唱 那种炸裂和感动都是发自内心的 熟悉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这其实是杨千玺第六次参加双十一狂欢夜了 是这个晚会名副其实的元老级人物 这一次晚会 官方也是给足了千玺的面子 直接是压轴官宣 足以可见 他如今的娱乐圈的影响力 作为一名超级新星 近年来 在电影事业中 可谓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但不要忘了 他是歌手出道 作为TFBOYS成员之一的他 舞台上也是他的主场 张杰 张杰能够参加这个狂欢夜 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期待 因为他极具表现力的嗓音 和舞台上的震撼力 能够吸引很多观众的眼球 在场外 他也是娱乐圈模范老公 不管是人品和才华 我们都得为他竖起大拇指 而且前不久戴商 坚持演唱完整个演唱会的事情 也是让无数观众动容 期待他在晚会上的亮眼表现 李荣浩 说实话 从好声音总决赛结束之后 就很少见到李荣浩的动态了 也很久没有听见他的歌声了 所以这一次双十一狂欢夜 能够邀请到李荣浩 很多歌迷朋友们 还是备受期待的 因为近年来 他给我们创作出了非常多的流行歌曲 很多都是值得单曲循环的 在如今的华语乐坛 是很具影响力的 大家也都很期待 这一次晚会 他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大张伟 说起大老师 脑海里第一印象 还是他的洗刷刷和贝尔爽 出道这么多年 他一直给人的感觉 就是那种很爱玩 也很爱笑 而且才华洋溢 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宝藏男孩 你永远猜不出来 他脑子里会出现哪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看见他 仿佛就看见了快乐 尤其是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张力和互动 让人不由自主的 就会跟着摇摆起来 谢可盈 如果不是经常关注娱乐圈里面的事情 可能对这位美女不太熟悉 但其实她是女团责奈的成员 唱歌和跳舞都是样样精通 近年来也是频繁参加各大综艺节目和大型的晚会 尤其是她的长相实在是太有气质了 很有那种初恋的感觉 这样的女神级别歌手 相信在今年的狂欢夜 一定能够给不少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苏炳天 苏逊能够前来今年的双十一全球狂欢夜 也是很多人意料之外的 虽然她之前也是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 但是像这种大型的表演晚会 很少见到她的身影 作为国家田径运动员 在今年她代表中国速度 也是给中国的田径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受到无数人的关注 不知道在晚会上 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参加晚会的其实还有周冬雨 金城 刘宪华 张绍涵 单依纯 毛不易 乃万 杨宗伟 以及凤凰传奇等等 排名不分先后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 这么多优秀和出名的明星奇剧 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所以今年的双十一狂欢夜 你最期待谁的表演呢